哈喽大家好,我是花生,我是一名药剂师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们需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我们的肌肉、皮肤、骨骼、头发、器官、指甲、血管、抗体、荷尔蒙、酵素、神经传导都需要蛋白质 如果我们摄取不够蛋白质,再加上久坐不动 我们的身体就不能正常的运作,会导致肌少症 代谢不但会变慢,人也会变胖,抗体也会下降 氨基酸的英文叫做aminoacid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最小分子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氨基酸一共有22种 两个或以上的氨基酸连接在一起,就形成一个生态 如果几个生态连接在一起,就会构成一个比较大的蛋白质 当我们把食物吃进肚子里,比如说一粒蛋 身体的消化系统就会把这个大分子的蛋白质 消化分解成小分子的氨基酸,然后被人体吸收 然后这些氨基酸就会按照我们人体需求 去合成我们需要的蛋白质 比如说我们的皮肤缺少胶原蛋白 这些氨基酸就会去合成胶原蛋白 有时候你在市面上会看到水解蛋白质的奶粉 英文叫做Hydrolyse Protein 其实是他们会利用酵素去切割蛋白质 变成比较细小的生态或氨基酸 方便人体吸收 在这22种的氨基酸,有9种氨基酸是属于必需氨基酸 是我们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 必须从食物中获取 当我们摄取蛋白质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多元化蛋白质来源 才可以获得完整的必需氨基酸 在这9种氨基酸中 有3种氨基酸是属于 Branched Chain Amino Acid BCAA 自炼氨基酸 那就是Lucine Isoleucine 和Valine 如果是需要增肌的人 BCAA是非常重要的 它们可以帮助肌肉合成 尤其是Lucine 它可以刺激我们体内肌肉蛋白质的合成 BCAA可以在动物蛋白质中获取 奶类的BCAA含量是比较高的 植物性蛋白质也有BCAA 只是含量比较低 而且必须氨基酸也不够完整 如果你的蛋白质摄取充足 而且摄取的是动物性蛋白质 比如说鱼肉蛋奶 那就不需要额外补充 如果你是一个素食者 就可能需要BCAA 因为吃素的人可能会缺少蛋白质的摄取 如果有喝牛奶的素食者 可以选择乳氢蛋白 因为乳氢蛋白含有丰富的BCAA 如果是吃全素的人 就一定要利用食物互补的概念 也就是吃多种不同的蛋白质 去互补单一蛋白质的缺乏 比如说可以吃豆类和骨类 豆类和骨类都是属于不够完整的氨基酸 不过如果两个都吃 这样就可以摄取完整的氨基酸 这就是互补的概念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点赞和分享出去 还有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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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